早期原始人利用滾轴来搬迷物体 西元前7500年开始使用独木舟与卤尾船 约西元前4000年 美索布达米亚地区已有轮车出现 到了西元900年航潮末期 巨大的中国海船已匪深国外 用以远洋航行运载货物 西元15世纪 英国伦敦开始有公共马车在路上行驶 类似现代的继承车 到了西元1769年 球诺发明了蒸汽引擎汽车 可以每小时3.2公里的时速于道路上行驶 而西元1783年 蒙哥尔飞兄弟的热气球 是最早实现飞行梦想的航空器 西元1829年 实地分身的机车火箭号制造完成 西元1839年 麦克米轮制造出世界第一辆实用的脚踏车 西元1885年 冰市发展出以气动引擎推动的三轮车 西元1896年 里林达尔发展出滑翔机 西元1897年 英国的塔比尼亚号为最早的蒸汽涡轮机船 到了西元1903年 美国的莱特兄弟成功地完成动力飞机的飞行 而西元1952年 英国的彗星号为世界上最早的喷射客机 西元1957年 苏联以火箭为载具 发射了人类第一枚人造卫星 史波尼克一号 西元1969年 美国的波音747巨无霸飞机首次飞行 西元1969年 美国的阿波罗11号太空船成功登陆月球 西元1981年 美国的哥伦比亚号太空梭成功地往返太空 西元1981年 法国的TGV子弹列车问世 时速达270公里 现在世界各国正积极研发磁浮列车 未来交通除了开发太空运输 及探索外太空领域外 在环保与安全的原则下 将朝高容量与高速化目标发展 并结合资讯科技 开发智慧型运输系统 提供更舒适便捷的交通生活